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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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的鄉親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有精神 謝謝各位的掌聲 其實我一度擔心說 昨天的颱風如果真的在搗亂下去 我真的很害怕說可能只有我跟我的家人 大概四五個人坐在這裡 沒想到今天已經這麼多人 我已經非常感動了 那我剛剛測試過我的電腦 那我發現說我這幾天辛辛苦苦做的東西 它的軟體不相容 所以可能要請各位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可能就跳進跳出去看那個影片 好不好 這樣講吧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其實中間有一些過程是我從台北到高雄來 那個時候其實算是蠻大的勇氣 有人在問我說你怎麼這麼大膽 你高雄 我是高雄的孩子 那我18歲就上了台北 然後念了大學 就在那裡算是定居 也買了房子 後來就毅然決然決定回來高雄 那有人問我說你怎麼這麼大膽 其實說實在 我也沒有100%的把握說我回來高雄以後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因為連工作什麼都不是很確定 然後呢 重點是回來的時候還面臨到一段時間的失業 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稍微了解我一下 所以 我們現在如果有年輕朋友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不用害怕 因為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肯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會走出一條路來 來 來 這是小弟 大家看得到嗎 為了這一張我做了老半天 我在2009年以前都是做男記 男的記者 然後呢 2009到2010年 我回來高雄的時候 是在一所大學做駐下藝術家 那2010年到2013年呢 我到做到了大學的學務長跟研發長 好 然後呢 2013年到今天 我在財產法案無脈文叫基金會做執行長 當然這個中間還有很多 堅持的工作啦 舉例說 在做執行長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佛光山的人間社的顧問 然後呢 我也是一個協會的理事長 好 所以其實後來有一些轉變 我想之後我們慢慢來聊啦 好 今天的講題內容呢 原則上我會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為什麼這麼的不清楚 讓我好難過 我做了那麼久 第一個呢 我們會去談一個 所謂現在的社會的現況 第二個 我們會去談 現況下 生活的反動 OK嗎 第三個 我要跟各位談的是 這是我們的主題 為什麼我們要做傻瓜 好 第四個 有傻瓜帶出的正念產業到底是什麼 好 有傻瓜帶出的正念產業到底是什麼 好 來 三十歲年輕醫師曾軒林 她卻棄衣從商 一年前放棄了在台北月薪八萬元的醫生工作 她回到了家鄉台南 兩個月前開啟了飲料店 店門口有個紅十字 而她是天天穿著醫師袍打果汁 她說為了一元開店夢 雖然本來父母都很反對 但是看到她這麼努力在拼 也得到了父母的諒解 走進果汁店店 店長竟然穿著醫師袍 這間到底是要替人看病 還是賣飲料啊 很奇怪 她說一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感覺 感覺 還蠻特別的 對啊 醫生竟然會在對賣果汁 顧客一度看傻眼 店長穿醫師袍可不僅僅是白跑迷 而真的是位不折不扣的醫師 今年三十歲的曾宣林 在成大醫學院念滿七年畢業 隨即通過國考取得醫師執照 到台北擔任朱月醫師 一年前放棄月薪八萬的醫生工作 藝人決然 棄醫重生 家裡多少 就是他們可能從小就蠻希望我可以當醫生的 所以一開始他們也很難接受 可是就是溝通很久 這個是蠻難過的一件事情啊 副盆子加上芒果和豆漿 冷凍的水果打成泥 之後我們會再把它混在一起 專賣果汁 風格則是低醣水果風 做出來的果汁也要求要美美的 工作環境從充滿要水味 變成滿滿的水果香 我還是蠻喜歡當醫生 只是你有一個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先趁現在醫生可以告一個階段 我先出來試試看 就連果汁店招牌也有個紅十字 曾軒林不怕被笑傻 退下白袍 放下聽診器 改行賣果汁 為了夢想 他不後悔 民視選翁一收 台南施報 我們剛剛看到了齁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齁 其實呢 現在我還是有聽到很多的年輕人 在問同樣的問題 包括我們做家長的 很多的家長在問同樣的問題齁 你為什麼不去做三師呢 醫生啊 律師啊 或是過去這麼好的工作 你為什麼不做 其實各位我們剛剛有看到幾個關鍵字在上面 今天他做到了一個主治醫師 薪水八萬 當然啊 另外一個電視台播的馬上跳兩萬 變薪水十萬 這個正確的數字我們不知道 但是絕對沒有各位想的 一個月薪水一兩百萬 這麼的高 那這個薪水八萬到十萬呢 他是用什麼東西換來的 可能是用命換來的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齁 我們對於每一種行業都有一種想像 那那種想像呢 會讓我們覺得好像生活在他方 工程師一定是很有錢的 你看光是我有一個朋友在聯發科 我常講這個故事 我說哇你們削爆了 怎麼這一攤喝飲料的錢 你還要我請 我說你不是電視上都在報導說 你們的年終獎金 有兩百多萬三百萬 這一攤你怎麼要我請那麼 他說天雄我告訴你 如果說 你有命拿得到這兩三百萬你就拿 各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 結果我這個朋友不完了 他在聯發科做事不完了 他跑到美國氣骨去了 好當然現在狀況怎麼樣我不知道 那我要講的是說 他就講說這兩三百萬 他有設定門檻在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能做滿三年 你有可能拿到這個錢 做不滿不好意思自動消失 等到兩年多的時候 自然而然就會出現一個原因 讓你做不下去 OK嗎 不管是所謂的工程師也好 醫師也好我們都看到了 就是說我們思考到的 我們想像過去的那種生活 到現在已經似乎好像不太存在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們也可以去網路上面搜尋 各行各業其實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極致 有醫生在賣鹹酥雞 最近的新聞 好我想有很多的醫生也好 工程師也好都轉業 大家就必須要知道 其實很多的工作 並不如我們想像的 這麼的理想這麼的快樂 我有律師朋友在做大樓管理員 好我跟他講 我問他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做律師 他說天主 你也要找得到客人才行 所以我先做大樓管理員 然後考檢察官 那慢慢等 OK嗎 那個考試的東西就有一點機運 教師沒有工作 各位今年大專樂校 包括我在內 其實我剛剛有一個密信沒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過去從大城報 中央日報 中央社 中國時報 聯合報 然後後來到了高峰學院 好點點點點點 我工作過的地方倒閉率是七成 Devi 70% OK 七成的工資都被我做倒了 那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光榮的一個戰績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一直覺得是不是我代賽 然後我也有很多的同事跟我講 天主你不要走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一走就會倒電 所以你不要走 所以呢 我要講的是說 那時候我就已經覺得有一點奇怪了 就真的我這麼賽嗎 結果後來想想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發現說 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看我過去一直以為去大學工作 是最穩當的 結果沒想到我到了高峰學院以後 這間還真就被我做倒了 就是全台灣第一間倒掉的大學 那時候還做學務長 那各位會覺得說 這個事實在好好笑對不對 今年 今年 會有555個大學的專業教師沒有工作 以後每年產生1000個專任的流浪教師 大學喔 各位是大學喔 好 所以你看 這10年下去以後 有多少個流浪教師要出現 所以過去我們一直認為很了不起 很好做的工作 怎麼辦啊 各位怎麼辦啊 OK嗎 我們也看到了嘛 漂亮的空姐 對不對 也跑到那個 馬路上去睡啊 去抗議啊 真的是什麼 真的就是終點費 真終點費而已 OK嗎 那 各位知不知道主播 過去 衣電視的主播 看起來人模人樣對不對 穿得漂漂亮亮對不對 結果呢 後來才知道 半年沒有領到薪水 人家也是在苦撐啊 只看見人前笑 沒看見人前哭喔 警察好不好做 我們這裡有一個 那個玻璃師 偉心哥 他現在對警察真的是 蛤 對不對 有很多警察都提早退休啦 消防隊啦 記者啦 這些工作 沒有一個是好做的 OK嗎 我要跟大家講 沒有一個是好做 沒有 都沒有大家所想像說 這個工作人聽起來就很OK啊 過去也很OK 現在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好不好意思 每一個工作都發展到了飽和 連公務員也要今年開始要精減1% 也就有一千多個公務員通通要失業 OK嗎 同學 不是同學啦 各位 各位我們高雄的市民怎麼辦啊 問題到這裡而已嗎 沒有 各位我們再看藍色這邊 未來啊 人工智慧更可怕的是人工智慧 我感覺起來像是那種工業二次革命 有47%的工作要被人工智慧所替代 各位能想像嗎 未來律師 未來 記者 不要說未來 現在記者已經被機器人取代了 各位知道你們看的很多財經的資訊 已經一年多來都是由機器人寫的 各位知道嗎 不知道 而且是華爾街那樣的資訊 OK嗎 未來醫生也會被機器人所取代 各位能相信嗎 醫生怎麼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 跟各位報告 我不曉得現場有沒有醫生 但是呢 各位仔細去思考一下 因為現在的訴訟事件非常的容易 也就是說有任何一點事情 可能我就要告醫生幹嘛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有很多結構性的轉變 舉例 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 比方腸胃炎跑到醫院去了 不好意思 過去醫生可能依他的專業判斷說 這個是腸胃炎 好 你在那邊 地冷的大檔 休息一下 回去吧 現在不是喔 現在如果你跑急診室 他會先讓你去驗血 驗尿 X光 所有東西 全部拍完 對不對 倒在那裡 躺著 好 我要觀察 然後呢 等到時間號號號 你明明就晚上七八點進去 給你號到凌晨兩三點 好 那你回去休息 沒有問題了 各位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防禦 什麼叫防禦 那叫防禦性的醫療 也就是說 為了避免未來所有的爭議 我必須要做到 所有過去我們認為不必要做的事情 如果未來有任何的爭議 我會告訴你 X光告訴我你沒問題 驗血你沒有問題 驗尿你沒有問題 所以我能做的東西我都能做 所以你告不到我 各位 我要回頭問各位一件事 請問一下 這些錢是誰出 健保出 健保的錢是誰在出 自己出 OK嗎 就是這樣 各位懂我意思嗎 OK嗎 各行各業不是沒有解決方法 有 但是所有東西都回歸到 我們自己的口袋 OK嗎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醫生 其實他就坐在那邊 老神在在去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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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完以後 不管我的事 我看了這些醫學的機器來看 你沒有問題 以後也不要告我 所以換句話來說 各位 在人工智慧上面 未來有沒有可能取代醫生 我跟各位報告 絕對有可能取代醫生 OK嗎 好 那醫生在學什麼 其實他也是什麼時候 該用什麼藥 什麼時候該打什麼針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現在連機器人都可以動手術 而且比人還要精密 所以未來你看到的所有的工作 其實包括你說掛著助理兩個字的工作 各位都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OK嗎 然後呢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尤其是因為我現在一隻腳踏在教育界裡面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老師這個東西是個很吊詭的東西 宏蘭就曾經說過嘛 當Google已經取代了授業跟解惑的問題的時候 老師還能做什麼 OK嗎 我們做教育的人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過自己的問題 請問一下當網路已經出現了 你的資訊會比網路多嗎 你的資訊會比網路正確嗎 OK嗎 那這是一個問題請問一下老師到底要做什麼 老師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孩子學的東西OK嗎 他在網路上學的東西要比你多得更多 那我們老師到底在幹什麼 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我們都必須要去問 只是目前為止沒有人要去把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給掀開而已 OK嗎 好來同學 不是又同學了 各位市民 這是職業病 我們這樣講好了 有人就講說 好吧你講這麼多東西 我也許跟不上 那我做個小生意可以吧 你現在用什麼樣的方式網購 這是淘寶網 哪名的淘寶網 這家伙已經瘋了 還是這樣買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買 這就是白家 白家是淘寶推出的一款全新的功能 它使用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簡稱VR技術 百分之百的淘寶網購物精進 大家提升好的購物體驗 可以讓你嗨的根本停不下來 VR技術利用了計算機圖形系統和輔助傳感器 生成可交互的三維購物環境 給你沉浸式的購物體驗 想想一下 你非常舒服的躺在沙發上 想購物時就啟動敗家 下一秒你就順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敗家就是你的任意門 就像一個潘多拉磨盒 打開了所有人的購物欲望 我從不擔心產品會出bug 也不擔心產品的前景 我只擔心我的老婆會刷爆我的工資卡 將VR技術應用於購物領域 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快速地將淘寶十億商品 在虛擬環境中一比一的復原 為此我們啟動了造物神計劃 利用TPMS三維建模技術 幫助數百萬商家快速建模 共同構建VR購物生態系統 有了敗家的高性能渲染還原技術 你在虛擬世界中看到的一切 都像在眼前一樣真實 我們利用TMC三維動作捕捉技術 捕捉消費者動作 並觸發虛擬環境的反饋 最終實現虛擬現實中的互動 簡單來說 消費者可通過動作捕捉系統 直接與虛擬世界中的人和物進行交互 這給虛擬購物體驗的升級帶來無限可能 同時我們也在嘗試增加聽覺和觸覺等無感模擬技術 當你要想給你女朋友買一些內衣的時候 再也不用看枯燥的寶貝鄉親的圖片和文字了 而是可以直接用手感受內衣的質地 甚至你可以招手讓模特走近 轉圈 彎腰 內衣的上身效果 這到底是在買東西還是在 女王啊 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啊 有了敗家 你的生活將會樂趣無窮 比如你家的裝修方案 可能是老爸擺盲之中醞釀出的靈感 家裡負心不再是問題 孩子可以盡情地試用樂器 只需要給他一張桌子和兩個香蕉 當然 你也可以盡情地在家 試穿各種漂亮的衣服 穿個睡衣啊 在採購裡面 浪漫啊 這樣的體驗也沒有讓你很興奮 很快你也可以享受到 敗家 It's coming 好 各位 全世界的男人們 請原諒我們吧 生力其境VR系統 各位 世界已經到了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方了 各位 那個 各位看到剛剛的東西了 以後啊 我常常在講 以後你們看到你的小孩子 過去我們是講說 打電話說 你什麼時候要回家 你現在人在哪裡 對不對 以後我們可能 爸爸媽媽就跟小朋友講說 大哥 大哥 你就看你小孩這樣 好 你什麼時候要出門啊 以後所謂的貪玩啊 可能小朋友就帶著那個VR裝置 裝置在家裡面不曉得幹什麼 比手畫腳 這可能有很多要去收金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我們可能有很多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 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 而且這東西非常可怕 速度會非常的快 各位 你只看到淘寶網 在運用在採購上嗎 我告訴你 錯 各位現在有沒有在玩FB 有嗎 對不對 FB還在那邊粉絲頁還在讚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未來 祖克伯那個傢伙也夠壞 他直接跟你們講 未來我們的FB 就是虛擬實境 各位可以再想想 未來你可以跟一群虛擬實境的人 在某個房間裡面聚會在幹什麼 可能你在流口水 你不知道外面的人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OK嗎 我可以跟各位講 那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的可怕 好 那是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 可是這些壞蛋 每一個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既然有這個東西 我就要把它搞到極致 所以我們的世界會被整個 非常可怕的切割也好 或是改變也好 所以大家要迎戰這些事情 那我也想來問各位一些問題 我們常常在講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都覺得別人的日子應該比較好過嘛 對不對 各位 趙騰雄很有錢 我還吃過他的那個 我還在神旺飯店 跟他一起吃過那個沙西米 雖然我不吃海鮮 但至少那個味道有了 趙騰雄好過嗎 各位趙騰雄好過嗎 他為什麼不好過 大家在搖頭 他好過嗎 他現在已經是萬惡的罪魁 對不對 他是一個奸商 他是一個罪壞的人 他是吃人狗狗的人 對不對 OK 趙騰雄好過嗎 他所有的資金被卡在那裡 帶生意好過嗎 帶生意各位知道是誰嗎 知道嗎 就左上角那一位王平 曾經走路是橫著走 對不對 那個走起來都有風的 現在人在哪裡 不見了 不見了 OK嗎 不見了 那王建民很好過嗎 各位王建民好過嗎 人家痛苦的時候 你都沒有看到 不然也不會變大樹哥 對不對 各位 扁扁好過嗎 我們的扁哥好過嗎 也不好過 你做總統也沒有好過啊 現在包括我們的馬英九 都要被傳喚 對不對 總統好過嗎 OK嗎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所有我們在台面上 我們就覺得他應該比我們好過 事實上各位不見得 我常常再講一句話 我們都給幸福太多不必要的選項 我們都看到人家有的 我就覺得他好像很好過 我好像比較不好過 各位人家承擔的壓力 人家承擔的眼淚到底在哪裡 可能我們都不知道 對不對 好來 我再跟各位講一個 危言聳聽的事情 各位同學 不知道這又是同學 各位高雄的市民們 日本人原則上是走在我們台灣的 五到十年的前面 OK嗎 也就是說日本發生的事情 大概五到十年之後 會到台灣這裡來 好不好 好啦 日本現在面對到什麼問題 下流老人 各位 下流老人 不是說這個人很下流 會偷看女孩子如廁什麼 不是 日本所謂的下流 他是說 今天沒有人照顧 他又沒有存款 也沒有資金的人 就是孤苦無依啦 所以叫下流老人 所以呢各位可以看 即便你有老本 月薪五萬六萬 OK嗎 到後來一樣成為所謂的下流老人 什麼叫無緣社會 各位 日本的無緣的概念是說 不好意思 他今天往生了 沒有人要來認他 好 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就是說 所謂社會上面對 所謂高齡者的一個壓力 他已經沒有辦法去承擔他 所以很多的家庭選擇 乾脆就默示他 所以下流老人出現了 家庭的關係也崩解 酒病就無效值 各位 每年十萬人 日本人為照顧爸媽丟工作 OK嗎 這個我想 大家多多少少能感同身受啦 每一天大概有三個年輕人 或者是被照顧者 親生 往生 為什麼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好 然後呢 重點是下面 我們看到社會失溫又對立 日本有240萬個手頭族 他們不投票 他覺得為什麼 因為 他覺得政府都在照顧老年人 都沒有在給他們年輕人機會 所以他們也對社會運動反感 我們現在台灣是 正對社會運動感到很High嘛 對不對 撞立法院 然後衝行政院 太棒了 他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所有激情的東西 根本解決不掉社會問題 所以他們對這個事情完全的冷感 OK嗎 所以他們連票都不投 好 所以社會其實已經失溫了 那失溫的狀況 絕對也不只台灣有 我們看到日本的狀況 我們就會知道未來台灣的狀況 會變成什麼樣 仇老祭父 OK嗎 來 各位 我要這樣講 過去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世界好像有某種遊戲規則在 可是我好像都搞不太懂 你知道 過去雖然我做記者 我採訪了很多的名人 我跑黨政 我在立法院窩了15年 我也跑總統府 我也伺候過三任總統 可是我一直對社會沒有很深刻的了解 一直到我決定離開媒體界之後 我開始在這個社會衝撞之後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 有趣的東西來了 各位我們來聊聊產業的變化 各位看一下 Nokia 各位還記得這個品牌嗎 大家都點頭對不對 曾經囂張到全世界70%的手機 全部是他的 人家跟他講說 有智慧型手機出來 他跟你講說 誰會買那種東西 Nokia都已經做到怎麼樣了 了不起 了不起 後來呢 2007年 新的品牌出來了 被咬了一口的蘋果 完全完爆 Nokia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OK嗎 正當蘋果還在high的時候 各位 我們又看到三星出來了 2012年 稱霸世界 真的是動不動就稱霸世界 再來 2014年 小米哥也出來了 然後直接講說 不好意思 我也要稱霸世界 所以你看看這個產業 光是一個手機 各位多可怕 才幾年的光景 對不對 Nokia還在爽的時候 沒想到就再見了 我再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現在 一支智慧型手機 利潤多少 大家有沒有猜一下 智慧型手機的利潤 現在一支是多少錢 500塊 美金還是台幣 台幣500塊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500 加多少 500塊加多少 一千 一千 一千多少 有沒有 還有人要說嗎 1500 我可以跟各位講 絕大多數的手機 絕大多數的手機 他們的毛利率 我做minus 付的 也就是你賣一支手機 其實賠一支手機的錢 那他在賺什麼 各位他在賺什麼 這我們都沒有辦法想像 我一直到我跟產業的人去聊 我才知道 其實他們不是在賺手機錢 他們是在賺配件的錢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本身已經不賺錢了 問題是他是市場主流嘛 好 所以人家也有人家的苦 你看每個人在叫我要稱霸世界的時候 其實賠一支我就賠一支了 你知道嗎 來各位 陳士郡各位知道是誰嗎 我看很多人都仗惡金剛 不知道了對不對 我第一次去台北採訪他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後來才知道 各位YouTube 各位知道嗎 YouTube you know man You don't know My God OK 好 他是我好朋友 Dave Smith 陳士郡是YouTube的創始人 也就是現在大家每次在傳影片的那個YouTube OK嗎 他把YouTube賣掉以後 他哇那個來台北演講的時候 那個腳翹得快到脖子了 你知道嗎 嚇張啊 真的是那個 我相片我都還在 結果呢 他的故事我還沒來得及去了解 賈博士又出現了 Give me jobs 對不對 給我工作 賈博士傳我女兒有買 賈博士傳那麼厚一本 還沒看到一半 馬雲又出現了 雲哥又出現了 雲哥還在那邊叫說 我馬雲還沒講完的時候 不好意思各位 祖克博這傢伙又出現了 好 所以我們的故事都還沒念完 一個一個一個的出現 各位看看這個世界變化的有多快 OK嗎 齁 再來 我們來聊產業的東西 我是覺得很可愛 我看這個好可愛 有網友畫他 左邊那個叫做威聖 做半導體的各位 各位大德 他曾經做過股黃629元 後來呢 王雪洪阿姨 又創了一個東西 叫做HTC 高點兒 1300元 OK嗎 好 1300元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現在的狀況 各位 後來 王阿姨 又跑了一個 那個 虛擬實境 好嗎 好 虛擬實境 結果人家說 哇你虛擬實境 應該有有賺到錢 賺到錢可以回饋到我們HTC嗎 結果王阿姨 也不是省油的燈 跟大家講說不好意思 不要成立新公司啦 好 於是乎呢 HTC 等一下我們看看他目前的狀況 未來會變成怎麼樣 不知道 OK嗎 來各位 這是網友做的不是我做的 實在很酸 他就講說 你看 2016年 等一下再看 最高的時候 威聖也是王雪洪阿姨的公司 629塊 到2013年11月18號的時候 各位 我們已經到了26.5元 OK嗎 已經是腰斬腰斬腰腰斬 腰斬一次已經夠痛了 又腰斬又腰腰斬 2016年7月7日收盤價 12.1元 各位大德 629到12.1元 好 夠狠了吧 然後呢 王阿姨後來已經玩手機了嘛 那個威聖交給別人了嘛 高點兒 1300元 就要到2013年11月18日156元 到2016年7月7日收盤價 98.1元 好 各位 98到1300元 那賣市場要多少 130萬嘛 是不是 這個是98萬嘛 你買一張股票 你到現在你就不知道幾倍不見了 OK嗎 當然我們不談那個所謂 還原全職的問題啦 你看看這個數字多麼的可怕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你看看產業的頻率多可怕 13年腰斬到現在7年 所以有一個道理 再高的科技產業最後也會變成什麼產業 傳產 也會變成傳統產業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遊戲規則到底是怎樣 你們就聽懂了 大公司像王阿姨的阿姨 你看看過去從半導體玩到手機玩到VR 他跟著市場在變走在市場前面滾浪頭 所以你投資年投資幾年你看看多可怕 來各位小公司怎麼生存 我先前不小心去參觀了一個科技公司 名字我就不講了啦 小公司的生存之道 第一個我們去發展所謂的高科技 高到後來一定會停嘛 因為我沒有研發的能力 我就停了嘛 停了怎麼辦 各位開代工的生產線 我開始幫人家代工 那代工的過程我要做什麼 再偷開一條生產線 再賣東西給你 各位懂我意思嗎 再來呢我還要轉投資 因為我東西已經做了 市場都飽和了嘛 我還要轉投資 轉投資完之後我再做仲介 做仲介之後我再來跟政府吃流行的東西 我舉例啦 當然我不曉得現場那個公司有沒有人在 我舉例啦 我們去參觀了一個LED燈的公司 到後來從頭到尾我們去參觀的過程 他都沒有跟我們談到LED三個字 他跟我們講什麼 各位 我們現在在做機能衣 機能衣各位知道嗎 知道嗎 那這樣那是國際大廠 魚件要賣到2000多塊的 但是我可以賣你們很便宜 那代表什麼 偷開生產線 偷偷開了一條 再來呢他做了仲介 他做了轉投資 他做什麼仲介 各位知道重電嗎 重電各位知道嗎 知道嗎 就重那個太陽能電板 我可以代為仲介 OK嗎 然後呢 吃政府流行的東西是什麼 各位沒有辦法想像 高科技公司在跟我講什麼 我們有一個年米廠 我想要做 他說我想要做那個文創中心 我跟他講說不好意思大哥 那個東西叫觀光工廠 對 那個東西就是觀光工廠 政府現在有資源給我們 所以我要去申請 來搞一個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他們也在想辦法 怎麼樣去把毛利率增加 那我們常常在講 我們在做一個企業 有兩種 一種是不斷的擴大自己 有研發能力 或者是你像鴻海那種併吞 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養小豬 養小豬要怎麼樣 養養養養到夠大 欸這公司一直在成長 一直在成長 好幫你買下去 他就解脫了 各位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在做這樣的事 我也可以跟各位講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企業 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我講的那間公司 是上市的公司喔 OK嗎 來同學 不就同學 我們看到了 我剛剛講的東西 我就來跟各位揭秘 1990年的年代 其實這裡面好巧不巧 我全部都有參與 媒體產業 大家有沒有發現 爆社電視台 什麼亂七八糟 一大堆 對不對 一大堆通通冒出來了 再來呢 到2000年的時候 開始搞什麼 以前從來沒有人理的藝術 各位有沒有發現 後來多了很多 鐵道藝術村啊 我那時候也去做了 現光二村的藝術家 駐校藝術家 後來也做了藝術大學 駐校藝術家 都搭上了那個邊 再來呢 藝術這個泡泡 大家覺得說 藝術很搞老半天 沒有什麼 income 沒有什麼產值怎麼辦呢 好來 又搞出一個所謂的數位內容 各位 兩兆雙星數位內容 電影紀錄片爆增 那個時候很多所謂數位內容的學校 科技通通爆出來 數位媒體相關科技 被我做到的那間學校也是這個 所以那種搞完發現說糟糕 搞了半天好像只是把紙本變成數位化 再來 再搞一個什麼文化創意 所以各位現在有看到 觀光工廠文創中心一大堆 對不對 通通是政府的預算 據說台灣有九成的公司 全部都在吃政府的預算 我等一下來跟各位講怎麼吃 後來2013年搞社會企業 對不對 以助人為名的小型企業跟組織出現 好多 對不對 再來最新的叫做創客 Maker 所以現在我們有看到很多的hub 很多的工坊 各位聽懂了嗎 各位聽懂了嗎 然後呢 我跟我的夥伴在做公益的活動裡面 我的夥伴質疑我說 為什麼 別人就可以去成立社會企業 我們不行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能沒有搞懂這個社會的人在做什麼遊戲 比方講 我用我名字 我叫天天社會企業好了 好 不好意思 各位你以為天天社會企業怎麼來的 那些去做社會企業的人 早從一開始就已經在吃政府的預算 舉例 開始的時候可能是什麼天天什麼媒體公司 後來變成天天媒體藝術公司 再後來變天天媒體數位內容公司 天天媒體數位內容文化創意公司 天天媒體數位內容文化創意公司 天天媒體數位內容文化創意社會企業公司 各位懂我意思嗎 他們一路上都在吃政府的這些錢 只是說把名稱換掉了 各位你們如果仔細去看你們也會知道 這所有東西其實都是一個 都只是不斷在兼併其他的一個 把一個東西越來越擴大而已 你所謂的文創跟藝術有什麼關係 絕對有關係 OK嗎 那社會企業跟這些東西有什麼關係 絕對有關係 因為過去我們社會都在發展這些東西 他現在只是把它變成社會企業 來搶社會企業而已 各位懂我意思嗎 再來各位我們要講 簡而言之現在就是沒有一份 讓各位可以安穩到老的工作了 怎麼說呢 我們看上面那個是過去的情況 下面是現在跟未來社會的情況 以前我們被教導說 你必須要做一個乖乖的員工 要乖 你做管理的念管理就去念 你做法律的出來就乖乖做個法律 搞個檢察官 現在呢 不好意思 你要動手創業 已經到了所謂的Maker的時代 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的事情都回歸到 讓你動手做 然後你撩下去 不是再用嘴巴再做了 過去我們是在商業大樓裡面 要去找到一份工作 現在呢 我們在住家的客廳 在北京各位 北京有很多的這種所謂新創的公司 就是在自己的家裡頭 門一開 各位早 坐一坐 我累了我睡一下 我又回去房間睡覺了 他的辦公室就在他的公寓裡面 OK嗎 那就叫新創公司 再來呢 過去我們要跟銀行跟政府拿錢 現在我們是要用社群跟集資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的所謂很多的 正念的產業其實都在搞這個東西 過去我們要面對的是大眾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社群跟個人 所以所有的所有的產業 其實我們都在面對每一個個人 而不是我們過去所謂大眾的概念 好嗎 再來過去是禁止穩定的 我做個工作我可以做個30年 耶 好我退休了 我拿錢拿退休金了 不好意思 未來是不安穩 你也必須要追求可能性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嘛 光是看那個所謂高科技產業 你看你怎麼變 對不對 從威勝變HTC變什麼 我們也講了 我都還沒來得及崇拜陳世俊 馬雲就出來了 馬雲我還沒來得及崇拜 後面又一個主客博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世界變化的速度 英雄替換的速度有如衛生紙一樣 OK嗎 好 各位 未來的社會會有幾個所謂的對立 年齡的對立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日本人已經發生在台灣的五到十年之前 他會覺得你們政府所有的錢都花給老人家了 我年輕人該怎麼辦 台灣其實你說太陽花的出現也是這個原因 OK嗎 好 有點酬老繼父 階級的對立不用講了 現在什麼事情動不動就喊血汗 其實蠻可怕的啦 再來呢 還有財富的對立 我也要講各位 你不要以為只是有錢是一種罪過 你貧窮就是一種累贅 該怎麼辦啊 各位大德該怎麼辦啊 好來 未來的職業等於什麼 同學聽到了 我們年輕的朋友聽到 興趣 爸爸媽媽也要聽到 不要再強迫你的孩子去做公務員了 我有同學是公務員 裡面已經做到九指等十指等以上的好朋友了 他都講說公務員考進來的全都是台青教的 優秀啊會考試 不是 可是不好意思 通通做不到半年 通通走了 為什麼 各位思考一下為什麼 所有塞鬼都裝給你 做不下去 他也覺得沒前景 什麼時候我才能爬到那個直燈 不做了 OK嗎各位 未來的職業等於興趣 加上智慧 加上可能性 加上夥伴 加上正念 興趣 你沒有興趣你會很痛苦 因為你的工作要做40年 各位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以嗎 智慧 你除了專業 你還要看得懂趨勢 抓得到機會 走得對方向 我們剛剛是不是已經談了事了 所有的事 從藝術啦 然後什麼兩兆雙星數位內容啦 文化創意啦 社會企業啦 你要懂事在哪裡 是不是 可能性 好了各位 你不能怪現在的政府或是任何人 很多話都不跟你講得很明確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一個可能性的時代 可能性叫做什麼 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失敗 OK嗎 這就叫可能性的時代 再來呢 夥伴 這個叫做互聯網 PLUS的時代 夥伴的概念是什麼 夥伴的概念就是跟各位說 你要把你自己的一半的命交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個人總是能量有限嘛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不同的人跟你產生撞擊 才會有所謂的可能性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這個人到底是好人壞人 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你的命要交一半出來 死或活真是不知道 所以未來是不是一個不確定 不穩定的時代 對不對 順勢哪邊是勢 台灣我要講的跟各位報告 過去是機會 未來是要找可能性 過去有的是機會 像我之上的大哥們的年代 我到底要做哪個工作 中油 做一做不想做了 中船 做一做不想做了 中工 跑來跑去 太多機會了 那個時候 OK嗎 做到後來 就發現說自己跳來跳去 沒想到說 哇 那個時候如果凹一個 現在也差不多領退休金了 機會太多 現在的孩子不好意思 沒有機會 哪來的機會 你要去考試 但是你也不想要跟幾千幾萬個人去競爭 錄取率都零點幾的 對不對 那考上了你也很痛苦 為什麼 那不見得是你喜歡的東西 OK嗎 所以呢 未來的可能性來自於是 當下的是 是對過去混亂生活的反動 好各位 反動什麼 來第一個 這個大家聽過就好啦 因為裡面都有他的學問 以社會論 後現代變成第二現代 我原本要叫各位做個遊戲 但是看時間應該來不及了 這樣講好了 我們隨便看任何一條新聞 它的下面是不是都有 你看Yahoo的新聞 你把它拉到底下去 所有的網友所評論的東西 沒有一條 會讓你覺得說是對或不對的 都對 都不對 是不是 每一條新聞都有人講不同的意見 那叫後現 因為 所有的訊息崩解 所有的那種概念 都沒有一統的價值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呈現在網路這個世界上 好了 那問題來了 到底哪個是對的 不知道 第二現代就是告訴各位說 除了這些亂七八糟的語言之外 你還要對你的社會 你講這句話 你還要負責任 OK嗎 那我們從行銷論 行銷1.0到3.0 大家可以很簡單看一下 行銷是最現實 什麼都講錢 show me the money 的東西 1.0 它過去是強調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 2.0 它強調的是滿足你的心靈的需求 3.0 它要滿足你的精神需求 我舉例 1.0的時代 過去各位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福特有所謂的T型車 你們現在看到的生產線 就是我摔螺絲 然後我裝這個 每一個人做一份工作 那個生產線 就是福特發明出來的 它的T型車在全世界產出了3000多萬輛 只有這麼一種車 你要或不要 自己買 不要算了 要就只有這種車 所以它是滿足你的物質需求 我有汽車 就這麼一種 不要講了 買不買隨便你 到了2.0 變成說 因為競爭比較激烈 大家開始開發不同的產品 比方講 現在我們會看到 有位女性專門設計的車子 那也有你想要去越野 動不動 off-road的人 你也有越野車 要不呢 你也有休旅車 像現在還有保姆車 對不對 像我都可以站在裡面的 這種各種各樣的車 是行銷2.0的概念 我必須給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人去滿足你的一個心靈的需求 3.0 各位 你們會發現現在所有的企業都在講什麼 社會責任 台積電有沒有 各位 高雄氣爆的時候 台積電有沒有來 有 做了什麼事 大家記得嗎 他幫災民直接去修東西了 對不對 那個東西就叫社會責任 現在所有的企業都開始在注意這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某些社會責任的一個例子 好 對這個世界的反動呢 反映在十一柱形上 十是什麼 各位 購買真實物 這國外您開始有這樣的趨勢 真實物的挑戰 大拇指原則 什麼叫大拇指原則 各位知道嗎 大拇指原則 小朋友知道對不對 大拇指原則是什麼 各位 不知道齁 不知道齁 讚齁 就是這個東西 讚齁 大家來買齁 錯 大拇指原則就是說 當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它後面是不是有成分的標示 對嘛齁 你用你的拇指伸出來 按下去 如果說你蓋得過那個所謂標示的話 表示這個東西還算是真的食物 如果說你手蓋下去 那個標籤還一大堆跑出來 舉例 我最愛吃的泡麵 我五根手指頭我發現都蓋不滿 大家都沒有看到實在很可怕那個東西 但是我還是愛吃啦 那個泡麵 你蓋下去永遠蓋不完 那就超過所謂大拇指原則 所以國外所謂真食物挑戰 它能接受你食物有一些添加物 但是拇指蓋下去 能夠蓋得住 OK OK嗎齁 各位 各位知道這一群人在幹什麼嗎 有沒有看到他們在哪裡 他們在哪裡 他表面上的意涵是說 有一群不購物包括食物 不開車不買房 就是他把生活需求降到最低的人出現了 所以你看他在他們的垃圾桶裡面找出了食物 很high啊 各位你們知道他在幹嘛嗎 你可以說他們好像是一個食荒者 我看不起你 可是事實上那是一種在食物上的一種反動 他們反對食物體系裡面的浪費 因為有很多的大賣場什麼的 時間到了幾塊幾塊去騙走 有沒有看到 他們有些人在那個袋子裡面 有看到影片你們可以再去搜尋 影片裡面就是在跟你講 整袋整袋的貝果啊什麼啊 其實都全部是新鮮的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去找到這些食物之後 回來開派對 OK嗎 諷刺這個世界 諷刺這個社會 好所以這群人叫Frigans 那我也要跟各位講 日本也有一群人開始追求這樣的生活 他不見得會去垃圾場去找垃圾 但是他所有的生活是最簡約的 他的房子裡面永遠是乾乾淨淨的 你永遠看不到額外多餘的東西 就是睡覺吃飯的東西其他什麼都沒有 他們希望生活能夠回歸一個最平凡最平常 最沒有物質需求的東西 這是一種趨勢 再來 洛果計畫 其實我覺得我們高雄可以做這個事情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他裡面有很多的概念 各位我們有看到中間 他是不是有一個水果果醬 對不對 然後呢 右邊是他們的一個宣傳 Foreign Fruit 左邊是他們的地圖 他在做什麼事各位 他其實是 他把他們這個城市裡面 所有公家種的水果 畫成一個地圖 時間到了就有一群人去撿那個水果 撿那個水果來幹嘛呢 做成果醬 做成所有水果相關的東西 然後呢 開始大家享用 也就不浪費任何一點食物 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這個世界已經浪費太多東西 我們的世界不是食物不夠 而是分配不均 他們在對這種事情做出反動 那當然也有一群人他發現了說 哇這個 這個 你這個區塊裡面怎麼水果這麼多 那那個種植的人就講說 我沒時間去收 我人也不夠 結果呢 他們時間到了 一桌就兩百三百個人 大家一起去摘水果 那最後 這個種水果的人 最後可以得到 他們製作的果醬 等於是以物易物 然後社區可以自給自主 各位懂我意思嗎 很好玩的遊戲 不再浪費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點物資 在衣服呢 各位衣服上面也有所反動 比方講 再生計畫 還有呢 各位知道Zara嗎 Zara 不知道 知道嗎 只有妹妹知道 你看我們 這個啊 我進去Zara第一眼看到 最讓我驚訝的是什麼 各位知道 就是每一個都跟我一樣高的帥哥 對不對 很奇怪 一排兩排 都是型男帥哥 都超過180公分 歡迎各位 真的 Azara的特色是什麼 每兩個禮拜 我給你來一批新東西 換句話來講 當你來逛 你覺得說 這都好 但我想考慮一下 不好意思 當你考慮完 兩個禮拜來之後 所有東西不見了 因為告訴你沒了 我們這就是所謂的 快時尚 快 時尚 快 非常快 非常快 所以呢 在這種所謂服裝 衣飾配件上面 也有所謂的反動 比方講 會回收再製作帆布 包啊 衣物啊 修理業再次復活 好 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 原物再造 有個德國的精品包 它用的是什麼 它用的是所謂的水袋 消防的水袋 各位有看到嗎 它們只有白色紅色的水袋 所以它的產品也都這種顏色 這些水袋壞掉了怎麼辦 再製 把它製成包包 然後還是精品 OK嗎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人在學它 包括 有一間 等於是新創公司 它去做 剪帆布啊 各位 日本也做過這個事情 有很多的所謂宣傳的帆布啊 電影的海報啊 用完都沒有用了 但是帆布很扎實 它把它剪回來 檢查一下弄一下 每一個帆布都是獨一無二的包包 OK嗎 都可以賣錢的 都在所謂的再生 都在所謂的再造 所以它叫做這個概念叫原物再造 好 各位 對快時尚的反動 這家服裝公司 大家應該都知道 H&M嘛 闖禍了 怎麼闖禍的 他們啊 各位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服裝業我們現在穿的衣服 是全世界的第二大污染源 這有沒有讓我們女性朋友 不想再買衣服了 錯還是要買 這是完全兩回事對不對 污染歸污染 我們該買的還是要買 瑞典的快時尚龍頭 從2013年就開始做 就醫回收計畫 同學我要這樣講 各位 這些所謂的計畫的出現 也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反動 告訴他說不好意思 你們啊 這些所謂的快時尚的產業 產生了這麼多的污染源 然後呢製造了這麼多的問題 還有 他們盡在用第三世界那些所謂低價的勞工 在想辦法幫他們製作衣服 所以那真的叫血汗勞工 OK嗎 於是乎 H&M 發現說 糟糕 那個失敗不對啊 就是說所有這世界上 怎麼開始質疑我們呢 於是乎怎麼辦呢 他們做了一件事 這些全都是回收的 這些全都是回收的 還剛開始也告訴各位 對我回收嘛 齁 好 你看到很多類似那種 一件的東西 一樣 全部把它抽離出來 變成像是纖維一樣 好 他有告訴你 他就是所謂用過的纖維 那形成另外一種時尚 所以這些所謂時尚的創意多壞 你看 大家要環保嘛 大家要時尚嘛 我就做個環保跟時尚的東西 讓你來追求 誰怕誰 對不對 最後還是你們還是要買我的東西 OK嗎 所以這些人還是很壞 但是我們大家都還是抵不過他的壞 好 在柱的上面呢 各位 我們的建築朝向綠化朝向節能 綠建築高雄哪裡有 哪裡有高雄也答對 這一件就是了 不能在人家的建築裡面用冷氣 然後不知道人家是綠建築 所有的建築它朝向所謂省電 節能 能源 還有屋頂重電 等等等等的一種概念 那在居家配件上面呢 也在強調所謂的回升再加工化 來各位 這是德國的一個所謂那個海藻住宅 好 它向陽面 它這個裡面都種滿了海藻 海藻會幫你降溫 那海藻也會有所謂的產值 好 然後呢 它只要二氧化碳水跟陽光呢 它就可以再製造出能源 還有熱能 全部可以提供這個住所使用 所以現在的人已經瘋了 有沒有看到未來 3D模組化的住宅 各位大德 你們還要蓋房子嗎 現在大陸是什麼 好像 10天可以 1天蓋好10棟 還是10天蓋好1棟 我忘記了 總之它那個就有點像是我們 右上角看到 所謂的3D住宅 它都是用堆疊的 各位知道3D的概念嗎 它是不斷用那個植材去堆疊堆疊 所以你看到它的牆壁 我們看到 右二這邊看到它的牆壁都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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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那個就是堆疊堆疊起來 不好意思它的硬度 比任何的 現在我們的RC鋼股都還要強 未來這種模組化的住宅 各位可以看一下 重點是什麼 它比傳統建築可以節能80% 節水70% 節財60% 綜合成本可以降低15%到20% OK嗎 它未來會變模組化 套一套 這個客製化 這是中國大陸做的 未來就掃掃掃 一棟房子就出來了 OK嗎 再來 這個是很可愛 好像是無印良品還是哪一間出的 它是高性能散熱住宅 你看什麼都要套上高性能散熱 這一間小木屋60萬台幣 很可愛 這都是模組式的小屋子 沒有多少錢 那所有東西一樣是強調所謂的 散熱啊 節能啊 綠能啊 所以 當然你也要有地 沒有地 這種 不然這小木屋看起來好漂亮 對不對 裡面雖然小 但是什麼東西都有 OK嗎 再來這間的設計公司個人非常喜歡 叫做楚閣設計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看過 大家可以去網路搜尋 它最有名的產品是這個牛奶瓶 牛奶瓶燈賣得非常好 這是真的牛奶瓶 它就把過去已經用過的牛奶瓶把它做成燈飾 再製造變成家居的一個裝飾或是實用的東西 左邊那個是很多的衣櫃 綁一綁很粗暴綁一綁變成一個新的衣櫃 右邊這個我個人也很喜歡 它就是用很多的碎步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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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綁一綁弄一弄 變成一個椅子 躺椅 很可愛 就很後線 讓你看到所有東西的結構 這種東西 它也在運用一個所謂再生的概念 去你家裡面為你布置家局 好 在行的上面 行啊 替代能源的找尋 好那都沒有問題啦 減少CO2 好 各位知道特斯拉嗎 我很討厭喔 一直問各位問題 特斯拉各位知道嗎 知道嗎 最近才在台北設立了一個專櫃 他們叫快傘專櫃啦 一台汽車 電車 所有開特斯拉的人 你們上網去看影片 都很high 為什麼那都沒引擎 沒有引擎 開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但一台好幾百萬 OK嗎 一樣 訂購的人還蠻多的 一樣 然後呢 電車出現了 那之後我們會談到 你看右邊這邊 它其實是一個所謂的空氣車 更囂張了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 在這個替代能源出現的概念上 不好意思 過去 等於躺著再賺錢 賺我們侏羅紀時代的錢的那些產油果 現在全部要剉蛋了 各位 多少次石油危機什麼的對不對 產油果都老行在在是不是 就因為這麼多次的情況 不好意思 全世界都在想辦法在對付它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會產生新的能源的東西 那未來各位 你們想一想 我曾去過文萊 文萊是個小國家 那個國家好到說 從小到大讀到大學不用錢 你要出國 我政府再送你錢 黃氏有錢到說 因為出國沒有東西買 國王的弟弟就去買了一顆水晶 回到祖國的時候就跟哥哥講說 哥 我沒什麼東西可以帶給你的 我帶了一顆大水晶來 結果他就請兩個人環抱那個大水晶進來 你看 這麼大一個水晶 後來怎麼辦 他哥哥就講說 兄弟 您帶了一個這麼大的水晶 我看擺這裡也不是 那這樣好了 我們去搞個迪士尼出來 就因為一顆水晶 他們搞了一個叫做水晶樂園 所以你看這個國家多麼的棒 那個錢等於是灑在地上隨便花 但是未來 堪憂啊 各位堪憂啊 綠色輪胎 我們不管未來輪胎是不是所謂的黃 那個黃昏產業 在2013年已經有45%是天然原料 2020年會是100%都是天然原料 未來南星計畫那種東西也不會再出現了 堆了一堆輪胎的東西不會出現了 那他現在最主要的是告訴你說 他有智慧胎壓 有智慧胎壓的情況之下 就會減少油耗 減少CO2 OK嗎 所以呢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連輪胎都綠色 這就是印度的塔塔空氣車 OK嗎各位 很可愛的一台小車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這個塔塔空氣車 他的原理就是用氣球的原理 你們把氣球抓起來 放掉氣球以後 他不是氣球會飛掉嗎 他就用這個原理來 吹動他的車子 然後呢 他排出來的空氣 要比我們現在用的空氣還要乾淨 你看還可以載人 很可愛齁 感覺好像在賣塔塔空氣車一樣 你看他的操縱感 有點像遊戲的概念 還蠻好玩的齁 這樣看起來可以做兩個人 他就只要加二十幾塊油就可以從台中跑到新竹 還有二十幾塊空氣喔 好 很可愛齁 好吧各位 我要講的是說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都還沒有看到他 這麼快的被量產呢 有此意說是說 假設這東西真做出來 因為塔塔空氣車很便宜 沒多少錢 好像二三十萬 三四十萬就有了 有此意說是說 假設這東西變量產 汽車業會變得沒有賺頭 好就沒賺頭了 所以現在還在掙扎 好來 我們要漸漸進入重點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要來跟各位談的是 所謂傻瓜的戰略 為什麼我們要做傻瓜 從我們剛剛的演講 大家可以發現 第一個 世界跟生活的反動 正在出現 活著的遊戲規則也在快速的轉變 做傻瓜 是為你打開視野 投資人脈的一個契機 怎麼說呢 來各位 我要講的是說 不曉得 大家到現在醒悟了沒有 我發現一個很可愛的事情 這世界在我們出生之前 就已經有了一個遊戲規則在 然後呢大家都一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小朋友是娃娃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求他平安長大 我們來求床母 我們希望名列前茅去求文昌 我們希望呢 你事少錢多離家境 求魯班 對不對 我們希望發大財 我們求財神 財神求完了 糟糕要結婚了 我們求月老 月老求完了呢 我們要投好壯壯求觀音 再來呢 我們要求平平安 求土地公 又來呢 我們要身體平安 又求藥師佛 再來呢 我們要求往生西方 又要求地上王菩薩 有沒有發現我們一輩子都在求 真的 你膝蓋快要伸不直 你頭快抬不起來了 OK嗎 有沒有發現我們一輩子都在求 那 我也要這樣跟各位講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就被教導 一輩子都要求 出去要求職啊 求學啊 求婚啊 求子啊 求財啊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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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一輩子就這樣求了 OK嗎 就這樣長大 然後就這樣不見了 就再見了 腳就伸直了 然後呢 我們也相信一件事 錢是萬物之靈 有錢的人才叫成功 是不是 那 我要這樣很老實地跟各位報告 我曾經想要去做過 所謂的 大家眼裡所謂的聰明人 有錢人 可是呢 我發現我真的 腦袋不夠聰明 所以我永遠追求不到 那個金錢啊 我永遠追求不到那個位階 後來我發現一個道理 你要玩一個金錢遊戲 你要有資本 有人情 要夠狠 要求人 你去銀行 不用求人 你還要開著法拉利去 我在銀行工作的朋友都講說 不好意思 真的會來借錢的 都是那種開法拉利的 絕對不是像我們這種 OK嗎 後來又發現一個道理 既然要追錢的事情 我贏不過人家 我做公的 我做一些不要錢的 我發現 機會來了 沒有人跟我搶 這市場是空的 OK嗎 後來我們要知道 活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有所謂不同的 一種遊戲的方式 我們把它當遊戲 好 我再跟各位講一個 數據統計 冷冰冰 樂透彩的得主 頭獎 有70% 全部被打回原點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比以前還慘 這個真的是新聞報導 這真的是新聞報導 2002年3.1億 他得到錢之後 歹徒盯上他了 銀行存款被盜領 被搶好幾次 所有家裡面的小朋友 全部死於非民 最後官司殘身 有夠慘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 常常在講 真的是講說 你如果一夕致富 或是你突來的好運 浮無雙至 禍不擔心 為什麼我們一直有這種想法 其實你看這個 真的就很可愛 再來 愛德華2001年 這塊 左上角這塊 你看他訪問他的時候說 我還在想要買 南寶街尼或是法拉利 很囂張齁 對不對 他坐過牢 然後呢 後來一夕之間發財了 結果呢 五年之內 拜光所有獎金 最後 負債累累 妻離子善 在安養院 孤單去世 我不曉得怎麼一回事 各位 絕對有他的一個道理在 我不曉得怎麼一回事 那你看右邊這邊 其實台灣這邊也是 樂透彩得主 一千八百萬兩年拜觀 拜光光 所以我曾經有去採訪過 過去那個時候 樂透彩 我有去採訪過他們的VIP室 裡面的經理就講說 這間小辦公室就是樂透彩得主 頭獎得主來這裡 我們來跟他們講怎麼財務規劃 你不要說銀行的頭頭啊 這麼科技的人啊 銀行都已經bank3.0了對不對 他裡面的人在跟我們講說 我們都會建議投獎得主 一定要捐錢 他說 不知道你們迷不迷信 但是一定要捐錢 因為你把所謂的福氣 分享給大家嘛 你就不會福無雙至嘛 其實這個東西真選 以前我們做記者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做記者 David Smith you too 他們就說記者很多都喜歡拿 不是喜歡啊 不得已啦 拿災難的新聞去得獎 各位懂我意思嗎 得獎 10萬20萬 但是像我們報社聯合報 就有一個習慣 你得獎馬上請客 OK為什麼 不好意思 share一下 share一下 好不要說 我拿著別人的災難去得了這個獎 然後所有的錢我又揣在口袋 我跟你講還真有這個事 大家可以去查啦 台北縣一個記者 過去台北縣的記者 拍一個人他去吃飯 一出來 喔火災 用傻瓜相機按了一張 結果回去看照片 欸怎麼有根掉下來 剛好在那個相片裡面得獎 吳順文新聞獎 25萬 後來過沒多久被fired 另外一個 去拍那個什麼 有一次新生難路撞車 然後那個火燒車 裡面剛好有一個大體 你掉出來變成一個剪影 得獎 後來右眼瞎了 還有好多類似這樣的例子 所以真的不得不信邪 各位知道嗎 當然這種東西很難講啦 大家看看就好啦 好然後呢還有一個傢伙 這個傢伙叫做卡德爾卡德爾 這傢伙27歲的時候就賣了1000萬的公司 他自己創造一個公司 27歲就把1000萬的美金賣掉 結果呢 開始享樂 他27億台幣啦 爽死了 到處跟朋友去吃喝玩樂啊 哇好爽好爽 三個禮拜之後 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回去工作了 為什麼 So boring You know When you become rich You will be boring guy OK 就是說 他發現說 怎麼搞這麼有錢 原來是這麼無聊的一件事情 就三禮拜之後 他馬上就回去工作 他講了一句自理名言 我學會了快樂不在於金錢的多寡 而在於為人們帶來多少的影響 各位懂我意思嗎 那各位在座的年輕人們 或是爸爸媽媽人 也要知道 為孩子去思考 你不見得未來一定要有什麼樣 所謂台面上的工作 而是這個孩子 能不能夠為 其他人帶來一些影響 OK嗎 後來 什麼叫做傻瓜 比較通俗的定義 助人又不計較回報的事 叫做傻瓜 那多元價值的定義呢 就是社會變化太快 你用付出換來廣結善緣 接觸社會不同領域的機會 做一件沒有利益問題的事 就是能讓人家看見態度 也能夠測試你的能耐 如果你要拿錢 就比方講我做這個事 我要給你收錢 不好意思 那你就有壓力了 對不對 那我不給你收錢 那我到底能做成怎樣 那不就變成是我的一個能耐問題嗎 那如果是自我娛樂版的話 像我常常在講 我們為什麼要做傻瓜 就治癒於人 我就講我皮在癢 OK嗎 皮癢可以嗎 可以嗎 沒關係嘛 做一些沒有利益糾葛的事 你會很快樂 好再來 做傻瓜的好處是什麼 各位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曾經做了一個2萬塊的行動 去讓有20個億身價的人 沒話可講 各位20個億代表什麼 乘以五 他是有20個億人民幣的那個身價的人 一直在跟我講 我跟你講我公司在101大樓 我講一堆 那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 哇塞 那我如果跟你講錢 我一定輸嘛 老師 那時候我去給他上課 老師你在做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在做了一個偏鄉的行動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他馬上不講話 馬上點點 老師這個做得真好 我真不好意思講 你能賺到20個億 這個行動我只用2萬塊去做而已 就跟你平起平坐了 重點是什麼 2萬塊老天後來還還我 等於我沒有花錢 怎麼還 我莫名其妙得了一個攝影獎 然後2萬塊一毛不差還給我 老天不欠你錢 很有趣 等於是我花了0元 就把20個億的人賭到沒有話講 很有趣齁 那是一種遊戲 做傻瓜的好處 各位 這裡面也有人現在在現場 讓我加到沒有利益的糾葛 的一群朋友 我覺得那是人生最難得的東西 我們各位回頭去看 有一個澳洲的護士 不是寫了一本書 跟大家講說 人生他做了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在這裡我稍微提一下 他在安寧病房做護士 那是全世界最沒有前途的工作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認識的人都沒有明天 你怎麼知道的明天還在嗎 是不是 所以在安寧病房做事 是最沒有前途的工作 可是一般人都把它當工作來做 結果這個護士很可愛 他就去問了100個在安寧病房裡面 即將要走到生命終點的人說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你這四人最後悔的東西是什麼 結果他竟然在這裡面做出了統計 出了一本書感動全世界 所以你看最沒有前景的工作 竟然能做出全世界最感動的事情 他統整出幾個重點 第一個 所有人最後悔的事情是 我沒有在年輕的時候去實現我的夢想 OK嗎 我永遠有一個理由 去把自己真正有興趣 真的有夢想的事丟到一邊 因為爸爸媽媽叫我做什麼 因為我有金錢的壓力 因為我有這個 我有那個的問題 所以我不做 結果到老才後悔說 為什麼當時我不做 因為我們都不小心都會變老 對不對 第二個 沒有好好珍惜你的家人 第三個 沒有好好交一些好朋友 沒有好好去經營你的朋友 OK嗎 各位 所以我常常在講 如果你能在人生裡面 交到一群沒有利益糾葛的朋友 會是一件非常難得 而且非常值得珍貴的事情 再來呢 做傻瓜的好處 第三個 這個是市議員 各位那是我學姐 學姐在嗎 好好好 爬掉了 因為小朋友爬掉了 是我學姐 那時候我們為了保存高雄的紅蘭社區 一起去努力 那紅蘭社區被我們保存下來了 現在大家可以去看 在油場國小旁邊 油場國小捷運站附近 那整個社區有300戶左右的日式的建築 那就是我們親手打下來的 別靠我站在那裡人毛 那時候我失業 可是呢 我學姐那時候就問我說 天雄 真不好意思 我請你來為我們做這些事 你現在到底有沒有收入 我就跟他講說 學姐不要擔心 第一個 我博士也快拿到了 第二個 工作的事情是緣分 第三個 我要讓學姐 我要跟你講說 我真的謝謝你 為什麼 因為我在失業的時候 還能讓我的孩子跟家人看到 他的爸爸還站在舞台上 跟市議員平起平坐 還在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 我相信這一幕的畫面 絕對勝過我在家裡面 哀聲叹氣 我還是有哀啦 只是到晚上啦 自己一個人躲著哀啦 另外我也讓我的孩子看到了 你在生命裡面最低潮的時候 你如何去面對所謂的可能性 OK嗎 結果呢 我在舞台PO這些東西 我其他的夥伴都講說 啊 這做得好有意義的事 那現在留在學校半死不活的那些人說 早知道我就跟你一樣 跳出去 不要在裡面拿那一萬塊的月薪了 你都不知道我一樣在靠的時候 你都沒看到 所以我說做傻瓜也有這個好處 各位講到這樣 你都沒有掌聲我就實在有點難過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就來討個掌聲而已啦 討拍拍啦 還有呢 做傻瓜還有一個好處 你會覺得很可愛 當你找到這個社會的事 社會的趨勢的時候 社會做好事做善事的時候 你會找到更多的傻瓜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夥伴 全部都是我的夥伴 這些是佛光山的夥伴們 還有 還有很多人在現場嘛 現場舉個手吧 舉個手吧 各位好朋友們 各位空大好朋友們 就是說 這是我跟天鄉孩子出的一本書 好 那我也請我們空大的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努力 就是為空大 不是為空大 為天鄉的孩子一起來努力 就是大家有做認購的動作 然後呢給天鄉孩子有營養午餐 也有救度的資金 好然後呢 韋星哥也在這邊嘛 那個 我們一起去做了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去那個 吉來國小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影片 你看 當你做傻瓜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你周遭有這麼這麼多的人 願意跟你一起帶著笑容 去做一件可愛的事情 OK嗎 所以我現在就要問各位 成功是什麼 我搶錢也搶不贏人家 那我求個快樂總可以嘛 那不是有某某校長在講嗎 成功不在於你贏過多少人 是在於你幫助多少人 其實這個還是矯情了一點 就我的想法是來講 成功的定義不是你曾經幫助過多少人 而是你在真的人生躺平之前 你有沒有撫養無愧又快樂的過完這一生 那才是重點 各位懂我意思嗎 萬一我只能好好照顧好我的家庭 那我不能幫助到其他人 那我這一生就失敗了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這麼硬的去看一個人生 說我絕對幫助很多人 不是有人說 那個很多人出去幫老人家翻身擦身體 結果自己家裡都沒有照顧 對不對 那是好嗎 我也是要幫助人 問題是我自己家都沒打點好 這樣好嗎 所以我們要反思一下 那為什麼要談正念 各位 未來的產業 我們可能加快速度 為什麼要來談正念 第一個 從法律面來談 各位你覺得你現在做壞事逃得掉嗎 就算你法律逃得掉 我告訴你網友用鍵盤去敲死你 對不對 嚇死人了現在 所以從宗教面來談 更不用講了沒有宗教在家裡做壞事 從人生面來談 一生做好一件事 就是說 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發財 我講真的 有錢誰不愛 對不對 問題是 我不知道自己會發財 難道我要一輩子都掉在這個裡面去痛苦自己 每天早上你起來說 我枕頭旁邊怎麼沒有500萬 要這樣折磨自己嗎 是這樣嗎 那我們至少做點快樂的是 立人立己嘛 活得快樂一點可以吧 可以嘛 可以嘛 好 我來做一點小小的測驗 大家來看看 用你最直覺的 最直覺的一句話告訴我 李安 這個是誰 他是誰 李安做什麼 導演 這是誰 他做什麼 大提琴嘛 所以你看他到哪裡都報個大提琴 對不對 好 很可愛 這是誰 數據阿姨嘛 蛤 有不同答案嗎 陳姐 陳姐 這麼寫的 要蓋小姐好了 他做了什麼事 捐錢蓋圖書館 其實有很多人蠻恨他的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後面 Ti 他能夠上Ti雜誌 有很多人窮其一生 想要上個Ti 連個編都搭不上 結果沒想到 哇 今天賣菜的竟然上Ti 我的天啊 所以這也告訴我們 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誰跟你講賣菜 就只能躲在菜市場裡面 這誰 他好像是我學長 那個做大眾傳播的 對 另外一名做了什麼 雲門舞級 就是藝術跳舞嘛 對不對 OK Dave you know OK Good You really banana No no you egg OK 這誰 你看我還蠻喜歡他最後那個 Google給他的那個畫面 連他的那個生平都極簡 有沒有賈博斯做了什麼 蛤 就不知道 大家都沒有錢買跟我一樣 You have iPhone 4s Right OK 蘋果 對不對 不管說他個性怎麼樣 大家都看到他做蘋果手機 就帶來了一個創世紀的革新 這誰 告訴我 他做了什麼 不要做俗辣 做了什麼 蛤 離婚 好 我沒有講是你講的 好 這誰 他做了什麼 胖達人 你看 打拼一死人 就是一個胖達人 OK嗎 各位懂我意思嗎 我講到這樣各位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對嘛 李國修就講 屏風表演班李國修在網上之前就講 我們醫生做好一件事就好 那你看 我知道你有很多錢 你住在地堡 但是人家對你的印象 永遠頂在胖達人 你真的是 所以我就講 這真的game over 真的就是說 有些事情 你自己過得很爽 可是呢 別人其實都看在心裡 你一世人就都胖達人 你一世人就都在那裡 離婚 在那裡 喊喊叫 好 來各位 有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很快加快速度講 從道理面來講 為什麼要有正念 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中國人講 一密二密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 其實你反過來講 其實他就是在幫你奠基 多讀好書 比方講 我們講 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為什麼要念博士班 其實除了念好書之外 你還認識很多好朋友 對不對 你認識了很多的人脈 廣結善緣 多做善事積德嘛 你立人立己的好事 做多了 書也讀多了 朋友好朋友也交多了 你身體內外的風水 你就會改變 至少你不會 歸歸歸歸 各位我講真的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些人那個臉一看 你就知道他現在實運正低 歸歸歸 對不對 但是你交了好多的好朋友 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自然你改變你的風水 改變你身體內外的風水之後 你還怕你沒有好運嘛 你好運都來了 你還怕你沒有好命嘛 所以其實這東西真的是道理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OK嗎 所以為什麼跟各位講說 要做正念的東西 原因就在這裡 第四個 我們就要談到主題了 傻瓜跟正念產業 傻瓜其實並不傻 只是做了逆向思考的事情 OK嗎 好來傻瓜案例 這個畢業禮物真的是得來不易耶 在高雄的山林自己的國小 因為他們經費很結局 有沒有看到 其實畢業生十一年來 都沒有擁有過自己的畢業紀念冊 今年他們獲得了工藝團體的贊助 有六個攝影師願意主動幫忙 協助五個畢業生 親手用相機拍下回憶 做成畢業紀念冊 學生們看到自己的照片 現在出現在畢業紀念冊上 這個圓夢的感動難以言喻 好我在最右邊 我在最右邊 第一次拿著相機記錄校園 五個小小畢業生又驚又喜 表情怕怕的 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很像 他們是高雄山林區 即來國小的畢業生 學校因為經費結局 十一年來沒有畢業紀念冊 今年有了工藝團體的幫忙 孩子們終於圓夢了 找最喜歡的場景去拍的 把校園每一片風景拍下來 這六年來學校教了好多 創意古鎮盡情發揮 陶笛練習 啟發音樂天分 有人更在舞蹈中找到信心 八成到九成是屬於擔心 隔代教養 資源少只有33名學生的即來國小 孩子們都很爭氣 是比賽常勝軍 第一屆有這個國小的畢業紀念冊 所以很驕傲 這一次能用自己觀點拍攝 做成畢業紀念冊 這份禮物對畢業生來講 真的好珍貴 季九萬榮浩北高雄報導 這個畢業禮物真的是得來不易耶 好 各位看到了 不用講第二次了阿姨 我們知道了 好 各位看到了 這就是我們做的一件小小的傻事 那我們去做之前也沒想到那麼多事情 那我們去跟校長聊 校長其實是 他也有故事之後我們再聊 他就跟我們講說 就沒有畢業紀念冊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去幫你處理 那校長也在擔心說 可是我們沒有錢 我說校長你不要再講了 我說我會處理 我們就來處理 其實這也沒有多少錢 後來我也是用一個集資的概念 去把事情做完 那其實我們就出利 出了利 有願意出錢的人一起來努力 一本就360塊 然後一起幫我們做印刷的 那個印刷廠 他自己也認購了好幾本 那不就事情就解決了嗎 你就解決了一個孩子 11年來沒有畢業紀念冊的問題 各位這其實是一件 讓人很傷心的事情 天鄉的孩子連畢業紀念冊 360塊都買不起 那當你為他做了這件事 而且把相機交到他手上 讓他自己去創造一個 自己的價值的時候 他對這個社會 不就有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歡喜 而不會去怨恨你 有人常在講 偏向很多老師在談 就是說 一間學校給這些孩子歡喜 給他們喜樂 給他們一個教育的環境 只要讓這個社會 少一個沉浸心 各位知道沉浸心 只要少一個沉浸心 社會就可以省下多少的社會資源 對不對 所以我在講說 OK我們做的一件 是一件傻傻的事情 可是呢 我們可以帶給別人歡樂 自己也很歡樂 OK嗎 好 我再舉幾個例子 各位知道 十元便當阿嬤 其實是我們高雄的驕傲 OK嗎 我有在報紙上投文去寫過他 他其實很可愛 他賣掉七棟房子 只為了做這個十元便當 OK嗎 許孝順也採訪過他 很多媒體記者也採訪過他 他往生的時候 那個花籃花圈還有送他的人 不要排到哪裡去了 他的便當就堅持十塊 然後呢 他又很怕孫子都跟他講 阿嬤你拜託 你這樣房子都賣掉了 你再做十塊的東西 他就是死也要做 所以五十年都在賣所謂 不能講善心便當 叫公益便當 後來有很多人就講說 阿嬤十元便當 我免費 我告訴你各位 免費的價值絕對沒有 阿嬤十元便當的價值高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公益 免費叫慈善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免費餐根本沒有人會去吃 那是個大問題 沒有人會跑到一間公司 跑到一個餐店說 不好意思 我是可憐人 可不可以吃你的東西 那很會這樣嘛 所以現在代用餐 有很多問題是沒有人會去吃他 但是這個呢 我十塊我負責嘛 我只是來貪個便宜 他有顧著人們的尊嚴 OK嗎 好 蚊帳天使 各位他是個 我們就不看他的影片 他是個很可愛的小女生 五歲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看了電視說 哇那個非洲每30秒 會有一個小朋友 被瘧疾帶走生命 所以他開始去 對外去集資籌資 然後捐錢給那個 一個蚊帳協會 去非洲幫非洲的孩子去買蚊帳 OK嗎 五歲喔 所以你們要做傻瓜 不用拖到五十歲 有人常常在講說 我退休才來做好事 沒有這回事 人家五歲就來做了 OK嗎 溫世仁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千香萬彩 千香萬彩 他有一群工程師 每天在那邊 complain 跟人家講說 每天做你這個東西 什麼意思都沒有 溫世仁就講說 你 complain 你要改變這個世界嗎 可以 我給你錢 你去四川黃陽川 你去給我在那裡 建設所謂的網路的空間 然後去教那邊的小孩子 最窮的孩子 交會了 結果後來沒想到這個案子 帶動了全世界的人 到黃陽川去旅行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所謂黃陽川計畫 OK嗎 這個我們就先不看 然後呢 後來我們看到一個 可以喝的書 這個有問題 這個大家可以去查 後來有人在講說 他是為了眾籌 就是所謂集資而創造的一個議題 他的議題是說 非洲有六億的人 或是有一些落後國家 有六億的人沒有乾淨的水喝 他的書是那一頁一頁撕下來 就可以直接喝水 可以直接過濾水 那有人說這個有問題 沒關係 我們就先保留 大家在後續再觀察 尤魯斯就不用講了 他是創造了村子銀行 在孟加拉 人家不願意借婦女錢 也不願意借窮人錢 他就反過來說 我就偏偏借你 結果沒想到搞出了 所謂的社會企業跟村子銀行 還搞出了諾貝爾和平獎 OK嗎 柏陽這傢伙也是個瘋子 17歲的時候 他就想到 我要去清理海洋的垃圾 各位 這個我們就不看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 這個呢 有傻瓜產出的產業 這就是小弟了 左邊 左二這一位 我們講城市廚房的一個公益團隊 未來呢 這個永續的獨老餐 他是在做獨老餐 那很可愛 現在是信義房屋的初選 我看好像是第一名 剛剛我們7月底要來做一個 複選的一個報告 那我常在講做獨老餐的事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你這個我也在做 不好意思 有在做 但是你沒有顧慮到整個內容的概念 我都看到很多愛心團體在送獨老餐 為什麼 因為愛心 我常在講 善這種東西是美德 我們不要老是用美德去做某些事情 萬一沒有的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你為什麼不讓他們自己來做呢 所以我的案子裡面我就有講到 我們要高齡的人力運用 也就是讓北北媽媽他們自己去煮眷村菜 再來呢 結合社區的特色 就我剛剛講的眷村本身就有它的 大江南北的一個特色 然後帶動白領的工藝 就是我們的目標對象就是高軟 OK嗎 讓高軟的人來買這些便當 回饋這個錢呢 就去解決掉高齡的獨老的餐點的問題 比方講我們生產100個便當 每個便當20塊盈餘 就可以每天支援40個獨老 然後讓高齡者自己去創造 最後呢 這東西做出來以後 所有的模式大家拿去複製貼上吧 解決未來高齡的問題 不要再讓年輕人認為說 老年人是在製造我們社會的問題 各位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傻瓜帶來的一個產業 好 我很簡單講 我們剛剛講文藏天使 他最後成為一個募款專員15歲 就工作做了 OK嗎 一個善心善念 網路上都有很多他的訊息 大家可以去看 那牛魯斯不用談 他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 改變整個世界的一個結構 英國啊 英國把他的概念徹底的實踐 現在社會企業 有集資 有股票 什麼東西都有齁 完全實踐他的一個理念 但是我想 他應該會有點吐血啦 因為英國那個完全商業的國家 他把社會企業就當作是另外一個梗 來吸睛而已啦 大家有機會我們再聊啦 那黃洋川計畫呢 溫氏仁做出來 他有一個概念我非常喜歡 始於公益 就是我當初是做公益 不好意思終於盈利 就是 他後來 因為黃洋川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他在那邊蓋房子 蓋飯店什麼 然後有收入進來嘛 對不對 最後呢 大家互利共享 我再帶動你這裡 然後你們也創造更多的價值給我 互利共享 各位懂我意思 我常在講公益的終結 絕對不是用善心去結果 而是呢 你必須要創造一個互利互助的價值 沒有那種所謂高低的問題 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不談 你說 宗教 這三個宗教 當初實際不也是 採寶特瓶開始的 對 幾個歐巴上採寶特瓶 採到現在 多大的一個產業 我們從產業的概念來看它的話 以前星雲法師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他是八點到八點十分 綜藝一百之前 有一個時段 各位不要假裝自己都很年輕 我那時候很小 媽媽每一次都 八點到了 趕快去洗澡 還有十分鐘時間 幸雲法師就出來講 各位 他也是這樣傻瓜傻瓜傻瓜 講到現在 變成佛光山這麼大一個體系 對不對 那你說呢 那個聖言法師呢 對不對 他只是在填補你一個內心的一個 社會人的一個問號而已 結果現在也是非常大的產業 OK嗎 我們從產業面去看的話 台灣真是不得了 這麼小一個島 有這麼多的宗教家 真是不容易 好 來 最後呢 我要給各位看一段小小的影片 當然有些人已經看過了 但是我強迫你還是要看 因為現場還有很多人沒有看過 好不好 關節要乖 好 他媽媽 怎麼辦 沒有用過Email 怎麼辦 怎麼辦 很少回去 這也是以前我在台北遇到的問題 好 我回來以前還沒有高鐵 還要做國光號 怎麼辦 然後回到高雄的時候 爸爸就講說 哇你小的這麼大了 你看 真是蠻好的 adjacent 遇到沒有間 我很大了 很大的電腦 みたいだろう 很想像 如果使她在充足 也可以 使用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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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為 傅人師 也會 在家 … illos 對 你看他老人家習慣看報嘛 那不會收Email也不會看FB嘛 結果他乾脆就直接創造了一個APP 能夠把小朋友的東西丟到APP裡面直接印出來變報紙 這是社交媒體的新聞 有沒有 他的FB裡面的相片翻翻翻翻丟丟 然後還有他們的報導 所以我就講記者要失業了 為你個人打造的一個個人化的報紙 你們看到這個很可愛喔 他是幹什麼的 對 他在量他的身高 比方我在台北 量孩子的身高 在高雄這裡就會有一個機器把身高打出來給你的 他幫媽媽看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傳家寶 多可愛 跟他有一些東西變成傳家寶 那哪一張造型的東西 好 他 你會放錄影帶嘛 你不會用DVD或者是MT3嘛 對不對 我就用錄影帶來創造一個QR Code的連結 然後把我這個網路丟上雲端 我的錄影機被改裝成可以去閱讀那個QR Code 直接連上雲端 把中間的問題就解決掉了 好可憐 好可憐 這個很難看 這是很大切的東西 看來看喔 睡覺點還是可以晚安 跟阿嬤講晚安 會接電話嗎 我們不會用所有型手機沒關係 我電話一接起來 馬上電腦這一端就連上 不用再麻煩你刷來刷去滑來滑去 會讓他作弄 好 gesam Fukui 接著 Be 阿嬤講晚室 速音 加油 金山 好棒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孫子也很棒 我老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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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他的這個掛軸上面 把所有的那個訊息傳遞給他們 OK嗎?好,各位有看到嗎? 好,可不可愛?很可愛齁 我為什麼放這個影片給大家看呢? 因為未來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包括我自己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我把它訂了一個名字叫所謂的溫度工程 為什麼?因為科技變化太快 快到已經失溫 你不覺得這整個社會溫度都不見了嗎? 大家都低頭看手機 我們要做的是找回這個社會的溫度 有極速卻有落差 我們剛剛看到所謂快時尚 你也有快時尚的反動對不對? 就需要有我們的地方 就有地方會需要我們 這個社會需要溫度 互助互利的溫度 而不是單方面助人的美德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這彼此之間可以生出 另外一種可能性的產業 各位頭腦稍微再動一下 你現在會的也許可以給別人 別人現在有的也許可以給你 我們怎麼去找回這個社會的溫度 就是我們未來產業的可能性 學做傻瓜吧 學從傻瓜裡面 找到一個你的未來跟可能性吧 我引述這個柏陽哥講的話 OK嗎? 當我們了解改變的重要性遠大於金錢 利益終究還是會來找你 什麼意思? 各位 他這個東西我們剛剛在新聞裡面看到 他光集資已經220萬美金了 後來他發現一件事 當初我都沒有想到說搞什麼錢啊 什麼問題的啊 可是呢 等到他真的海洋計畫開始搞出來之後 我們剛剛我們有沒有看到他 站在什麼東西前面 垃圾 他的垃圾 他的價值是4億美金 各位 所以他這句話講的有沒有意思 當我們了解改變的重要性大於金錢 就是說我當初也沒想這些事情 我只是純粹我就是想要改變這個垃圾在海裡面的問題 我想要為人類解決一個問題 結果沒想到錢就跟著來了 我們再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的產業都一樣 包括我們的宗教產業 當初他有跟你想錢嗎? 沒有 我只是想要解決你心靈上的問題 想要這個社會更好 不過後來不就成為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產業 對不對 我們想想尤魯斯 他當初只是為了想要解決這一群 所謂沒有人要理的 所謂婦女的問題 想要提升他們的地位 想要改變孟加拉的社會 結果沒想到現在每年都是幾十億幾十億美金的在賺 當然他又回饋到社會企業上面去 所以種種種的事情都告訴我們 我們有很多邏輯跟想法必須要改變 而這個關鍵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傻瓜 還有所謂由傻瓜衍生出來的產業 以上謝謝各位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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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